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山田洋次导演的《小小的家》 见识的姨婆多喜去世了 老人家走的时候孤单一人 房间里的电视都还开着 多喜婆婆一生没有结婚 也未曾有过一子伴侣 此前的生活 一直有见识和姐姐照顾着 人走了 公寓被迅速办空 该留的留,该扔的扔 姐姐在总理东西时 偶然发现一个铁盒 打开一看,不是别的 重视多喜婆婆写的自传 多喜1935年春天从寻常小小毕业 而后便去了东京做女佣 在那个时代 农村家庭为了少点人中饭吃 会把女儿卖给妓院 但多喜长得不漂亮 做不了一季,只能做女佣 多喜18岁离开家 那天雪下得很大 多喜心里非但没有离别的悲伤 反倒充满对未知的憧憬 热闹的商店街 匆忙来往的行人 自行车,马车,人力车 还有黑亮的汽车 会吝吝响的电车 初见东京 多喜的眼睛都忙不过来 第一份工作 多喜是在一位本乡的小说家 小庄老师家做女佣 也就是在那里 多喜学习到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女佣 老师年轻时和一名异季交往 有次粗心大意把一季写的情书随手丢到地上 当时的女佣叫阿文 她发现后悄悄将信放在抽屉里 那之后多喜便明白了 女佣不只是洗衣做饭 第二年樱花飘落的时候 多喜便经过小钟太太的介绍 来到了十子太太家 十子太太家三口人 丈夫瓶颈是玩具公司厂物 家里有个可爱的儿子公医 要说最最特别的 莫过于十子太太家的红顶房子 多喜无比喜欢这里 无比喜欢这个小小的家 平景先生说 夏季奥运会肯定在东京举办 到那时 玩具销量一定飞速增长 结果因为战争 东京奥运会终止举行 不过对多喜来说 那段日子是充满阳光的 从1931年到1935年都在打仗 哪有阳光 见识质疑婆婆 说要客观的写 多喜反驳道 我很客观 我不是写了我长得不漂亮吗 年末 公医发高烧 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 没想到烧退了后 双腿不能走路了 医生准断说 是小儿麻痹 没什么特效药 只能每天按摩治疗 那之后 多喜就天天背着公医去医院 无论刮风下雨 过了些日子 多喜从医生那里 学了按摩手法 这样就不必天天往医院跑 公医非常喜欢多喜给自己按摩 他说比医生按都舒服 十字也试了试 确实如此 接近年尾 日军攻占了南京 东京所有商店大减价 全国一片环腾 当时日本人认为 战争马上就能结束 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见识质疑道 那是噩梦啊 南京发生了大屠杀 东京却在大促笑 多喜说 当时就是如此 年末非常的忙 多喜和石子一起大扫除 将家里脚脚的落都擦了一遍 处夕前夜 当多喜回到房间 收到一份意外礼物 石子送的丝绸就医 板仓先生来到这个红顶房子 正是这个中院 板仓先生毕业于美术大学 刚刚加入瓶锦先生的玩具公司 石子对板仓格外有好感 简直要写在脸上 多喜送茶过去一看 确实和其他人不同 男人只要聚在一起 不是聊正志 就是聊正志 而板仓先生似乎不同 他对正志没兴趣 他一直很喜欢这点红顶房子 不聊不知道 一聊吓一跳 板仓也来自东北 和多喜是老乡 男人们一顿牛吹到晚上 酒足饭饱各回各家 而板仓则讲了一下午童话故事 板仓喜欢音乐 喜欢电影 石子也是 两人聊起来 有太多太多话题 也重视从那天开始 板仓便经常到家里来 有时候石子不在 他就一个人听唱片 一个周末 本来约好的要去听音乐会 瓶锦先生却临时有失去不了 石子少有的生气 连多喜都有一些吓到 两个人讨论来讨论去 最后不愉快地决定了 石子一个人去 最近不知怎么的 石子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烦躁 若问原因 石子自己也说不清 周末 石子独自去听音乐会 意外的是 板仓先生也来了 拿得重视石子身边的座位 音乐会结束后 石子和板仓还去了咖啡厅 板仓是个极细心的人 上次公一说喜欢坦克太郎 他一直记得心理 可石子笔 瓶锦先生则显得很消沉 多喜后来才知道 玩具公司正面临着很困难的局面 台风天 板仓冒着风雨跑来送消息 铁路停运了 瓶锦先生到工厂出差 只能明天才能回来 说吧 板仓又马上让多喜拿工具 茂雨将二楼的护窗板定了起来 干完活 一碗热通通的无冬面 吃得板仓兴生温暖 板仓本想吃完就回去 但石子和多喜极力挽留 板仓只好留下来 半夜时分 玄关门嘎哒咔哒地想 石子不知道怎么办 只好找板仓帮忙 等到玄关门被彻底关上 石子和板仓的心 也在黑夜中悄悄打开 不知不觉离乡五年 多喜已然到了适婚年龄 有人给多喜说明 对方条件不错 是多喜老家的中学老师 但是 这位老师已经五十多岁 不仅有三个孩子 都有孙子了 多喜不想嫁 一个人躲在屋子里 气不成声 石子安慰道 我帮你拒绝掉 这太过分了 实际上 多喜哪里都不想去 他只想一辈子留在这里 照顾石子和公义 随着战争的胶着 日本的金属公用开始不足 平井先生的玩具公司 只得转向木质玩具 其实不仅金属公用不足 人都公用不足了 社长得知板仓还是单身 马上命令他结婚 胜 多多的胜 国家需要啊 板仓的兵役检查是饼 不会被征兆 但板仓不会 不能 也不想结婚 因为石子也不想 要说还是社长和常务有大局观 结婚是为国家做贡献 当然也是为公司做贡献 社长给挑了两个和公司业务有关系的家庭 让平井务必说服板仓 平井觉得石子和板仓都聊到一块 便把任务派给石子 一个闷热高温的周日下午 板仓被叫了来 石子例行公事的劝 板仓例行公事的来 然后例行公事的拒绝 多喜看在眼里 共看在心里 让板仓结婚是社长的命令 怎么能说不行呢 平井催石子到板仓住处去 无论怎么劝都要让他接受 接下来的周日 石子就去了板仓的住处 以往出门多喜多睡头拿外头 这次不同 石子让多喜先回家 他会自己回家 板仓是块不开窍的石头 柔软拒绝 说不想结婚 平井先生非常生气 斥责石子不配做自己的太太 石子没办法 只好再去劝导 第二次去板仓先生住处 石子就不让多喜陪着了 毕竟路已经熟了 人也不陌生 常给石子家送酒的老伯 恰好在楼下下棋 匆匆撇了一眼石子 没看清 但总觉得有印象 石子一直到傍晚才回家 多喜注意到 和服腰带和出去时是相反的 那之后 石子又去了板仓先生的住处两次 都穿的洋装 又一个闷热的周日 石子又去了板仓先生住处 石子的好友木子小姐来访 打扮得像个男人 多喜和木子小姐吐露了为难的心情 木子小姐安慰道 正常 石子太有魅力了 他结婚时 还有人要自杀呢 傍晚的空气黏黏沥沥 石子回来了 有莫名的邪火无处发泄 多喜看着石子日渐销售 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1月的一个星期六夜晚 久尾的板仓意外到访 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 比一种体检重击的人 也会被中用 板仓想先考虑国 后考虑家 如此 平静先生便也无话可说 12月8号 日本突袭争都港 取得历史性重大胜利 酒店的老伯告呼万岁 告诉多喜 这种乱事 你家太太还是小心为好 多喜第二天从报纸上看到消息 虽然不明所以 但十分高兴 所有人都认为 新世界就要到来了 见识质疑 见识没有质疑 他起摩托车摔伤了腿 要在医院躺上两周了 1943年 生活物资全部转为配给制 国家形势急转直下 而那个小小的家里 也发生了大事 石子和板仓一同出游 被石子姐姐不小心看到 姐姐教训不成 只好请本乡的小钟老师出面 只是喝喝茶 就要被拉出来批判 小钟老师觉得非常滑稽 没办法 这就是个令人生厌的时代 批评什么的 去他的吧 小钟老师留石子和多喜吃饭 吃炸猪排 见识质疑 那个年代还炸猪排 不可能的吧 多喜叹息说 地下交易呀 有地下交易的 一个雨夜 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 板仓收到中诏书 两天后就要走 平景先生颇为吃惊 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平景留板仓喝杯酒再走 板仓始终不肯 他说要回去收拾行李 如果我死了 那是为了保护你和太太 板仓轻轻抱着多喜 而后消失在黑夜中 第二天 石子急匆匆出门 多喜知道 肯定是去板仓县上住处 多喜心里十分为难 就想有两个小人打架 一个说一定要阻止 另一个说 这是最后一次 犹豫一阵 两个小人打冲一致 石子写信 多喜送信 请板仓到家里来 这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板仓先生那天没有过来 多喜看着石子焦急等待的样子 又无奈又遗憾 那个小小的家的恋爱到此结束 写到这里 多喜泪如雨下 只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 那之后的石子 就像被抽走了灵魂一样 从天发呆 战争的态势愈发严峻 家里没有足够的钱雇佣女佣了 多喜便回到了山形的乡下 1945年5月25号 东京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空袭 接着是8月6号的广岛原子弹 9号的长崎原子弹 再之后 便是15号天皇宣布的无条件投降 多喜在年末时通过关系拿到了火车票 但记忆里那个小小的家已冲一片废墟 石子和瓶颈先生 在庭院的防空洞中相拥而去 至于工医始终没有找到 多喜婆婆去世的第二年 剑矢大学毕业 进了一家建筑公司就职 那年生日 女友送了一本维基尼亚李伯顿的画本 小小的家 或许是机缘巧合 剑矢在书店看到了板仓的名字 女友随手一查 竟是同一个人 一周后 剑矢在板仓纪念馆 建到了多喜婆婆说的那栋红顶房子 工作人员在介绍画作背景时说 这户人家的少爷还健在呢 三年前联系上的 多喜婆婆留下的遗物里 有一封未开启的信 没有收信人 只写了十字的名字 在工医的授意下 剑矢打开了那封信 原来 当年并不是板仓没来 而是多喜没送出那封信 剑矢和工医聊了很多 聊多喜当年为什么没送出那封信 聊多喜之后惊受了痛苦 工医擦拭了好几次眼泪 工医告诉剑矢 如果我见到多喜 很想对他说 你不用这么痛苦 你犯的小小的错误 早就被原谅了 那是个令人生厌的时代 大家都被强迫着做出不情愿的选择 有人是被强迫的 也有人是自愿的 可悲的是 连自己是强迫的都不知道 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为八 这是个非常平淡的故事 平淡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非常平淡的那种平淡 我去年买了个香薰 商家在页面介绍说 这款香薰香而不腻 淡雅悠长 一个字高级 评论区很多人说了类似的话 而且基本都是五星好评 这么说吧 香薰买回来一年了 基本没少 不是基本 是完全没少 我总感觉这个香薰能为一百年 搞不好能传给下一代 至于这个香薰是什么味道 别问 问就是高级 这部2014年上映的电影 改编自日本作家 中导金子的同名小说 电影基本重视原著 只是在表现上 导演有自己的侧重点 实际上 这个故事对我最大的吸引力 便是其侧重点 原作很淡 淡到结尾来了个浓的 多喜在自传中说 板仓初中前一天 依旧到家里来 和狮子见面 但多喜死后 即使发现了 当时的那封信并没有拆开 可见 多喜的自传 也有多喜自己的侧重点 人的记忆都是碎片 大脑是剪辑软件 当嘴巴开始说 那就已经是处理过的片段了 至于如何处理 至缺于人的认知范畴 举个例子 比如当时的真实情境 只有一条鱼 但当大脑回想起来 就变成红烧鱼 糖醋鱼 多角鱼头 甚至 更多更多 钱中书先生在 《人寿鬼》的序文里说 我们在创作中 想象里常常贫乏可怜 而一到回忆时 不论是几天 还是几十年前 是自己 还是旁人的事 想象里忽然丰富的 可惊可喜 以至可怕 所以本期的尾巴就到这里了 我怕我又回忆起什么 收不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